新套装孟凯之灵爱了爱了 居然没有鞋子 浑身是金光闪闪 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这真的舍得穿出去钢枪吗 遇到的对手舍得对我动手吗 来件空头 想不到晚安那一步 有个全装仔 直接动手 这具体我知道 AK你已经尽力了 还能再补一作子 这摆给的机会没把握住啊 赶紧转换形态 刚刚是谁动的时候啊 我可不认识啊 下空中准备开个武器 不对 脸上怎么有脚步啊 过来了过来了 被发现了 威斯兰拉换16 想不到被逮个正午找啊 那谁能想到 一口气掉了两把枪 这底亏不是全装进来的 下局运气就好多了 玩卧底就是比较拼运气的模式 机秒AWM 打中一枪头 再用M16补枪 这家伙好像在找人 没机会啊 从他原地不动的时候再拿 活蹦乱跳的 这个时候出手肯定是自寻自路 等他露破这 看他的动向可能要去采矿 这个距离大脚步 他戴耳机是能听到的 稳一点就慢慢趴着挪动 这哥们没采矿 怎么直接走了 这么稳的吧 这完全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 算了 看看找找他不要的物资 然后我的盒子 改进AWG 拿着吧 没有甲呀 外面有钱 他不会出去刷boss去了 刚好逮出一个卧底仔 不要的盒子还有个三级甲 上面有防辐射板 有了有了 今天他在刷boss 我过去看看 说不定有机会 稀有宝石没被剪 莫非他启动了矿机 想出去刷个boss 然后再下来再采矿 时间管理大师 想不到最后管理出来个五老六 啊身后有小怪声音 狼王有仇恨 来了来了 抱头眼涮秒 这家伙还是空手呢 谁能想到呢 好多变卖物啊 六级头甲也都有了 这个淘汰 这么着也得值两三百万吧 还有很多时间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箱子 果然被我发现一个 这种紧张的箱子 我开一般都是金铁条起步 玩卧底暴力老高了 武器枪又开出来一把 精致R200 后面AOG好 AOG要是有子弹 可以出去刷刷boss 没子弹那就双狙战士了 很久都没到神秘打野点了 新手梦开始的地方 还是熟悉的冰暴领主啊 进来箱子也都还在 不会玩的多了 想不到这神秘打野点 已经不香了 暴力依旧还在 蓝图一张 旁边的文件柜之前暴力挺高的 这次低了低了 这个小箱子也开一下吧 可惜了 就是一张小蓝图 要是有子弹 多少也得把冰暴领主收了 一局小赚 470万 好 谢谢大家